《照相》 照相對我來講 它不單是一個紙面的事情 一生的經歷可以保留 我1934年出生在上海 所以我家的出生是比較清貧的 我們國家是經歷了翻天覆地的一個變化 今年是84歲 假如沒有照片的話 這個歷史的情況就會一漏一望這樣子 《照相》 拍攝很強的地方 在中國的文化中 它是一個禮物 我記得一天 我在這裏裡的工廠 在北京的北京 有些包子 我可以看到 35mm的寒液 我開始看見他們 他們的照片 在大量的大量 在大量的大量 回到我的室室 我開始看見他們 非常有趣的照片 所以 有很多照片 的女人 在電視上 或在他們的廁所 有很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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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面 我參加一次 北京市的 先進的科研院所長的會議 我看到上面的 會議的地點 下了一個大的瀑布 我就找到這個底下的湖泊 這個湖泊裡面呢 有一塊很大的一塊石頭 我就躺下來了 開會的朋友 一塊給拍下來了 當時拍這個照片的人 把這個照片給扔了 當時拍這個照片的人 把這個照片給扔了 跟著一塊笑 和他看起來 他看起來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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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 是最好的照片 公元的新日子 這是到了很難成的 一年來的 從來的經歷 當時 當事件比較過分 比較更快 更更快 非常好 而我覺得 在看到這些小時候 這些小事 這些� element 這些印象 這些記憶 這個画績 是故事的故事 and the story of a time when I gathered over 150,000 photos I started sharing on social media and then outside of China in exhibitions and so on and I called this collection Beijing Silver Mine through this project all of these photographs were always people I didn't know but then one day someone decided to get in touch 我没想到我女儿 突然会打电话告诉我 我在三十年以前拍的这个照片 已经在流传到 欧美国家的这个展触 我女儿领了她以后呢 认识了一块吃的饭 你好 宋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很高兴 很高兴 当我能看到她的面子 and how she looks right now I must say I was pretty moved 这是一张照片 我旅行的照片 and showing in many countries 当你回想到这些可能性 what are the odds 这一张就郭勇跟你说了 对对对 这是我这个 我很感谢苏文先生 这个发现这样子 人家从这个照片当中 可以感到中国人的生活的富裕 我的照片啊 会收到国内外的 很多人的那个欣赏和尊重 这一点呢 是我这一辈子都没想到的 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